日本福岛县外海在2月13号 晚间11点08分左右 发生规模7.3强震 而该起强震也对多座 位于镇阳附近的工厂生产造成影响 其中车用晶片大厂瑞萨电子 一座工厂在地震发生后就进行停工 不过预定在16号重启生产 而且预估产能可在一周内 恢复到镇前水准 另外全球谢金元龙头厂 新月化学工业 一座工厂也受到地震影响一度停工 不过目前已经进行复工 德国福斯汽车在中国的工厂约达26家 但德国保时捷最新表示 转移生产到他国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对中国市场而言 欧洲生产仍然是品质保证 而德国制造的生育也值得负担更高的成本 显示保时捷已经排除在中国建立工厂的可能性 英国保守党国会议员 下议院国防小组委员会主席德拉斯指出 在核准名单上以外的所有国家 包括俄国与中国 必须禁止投资国防供应链 没有一家英国公司 可以选择屈从或接受外国敌意投资 在各国的国安疑虑与制裁下 华为正在被迫转向手机以外的业务 日前华为机器视觉领域总裁段爱国 在围头条爆料称华为机器视觉 推出了智慧养猪方案 华为在去年第四季度 从第一大智能手机制造商跌到第六名 华为在2020年11月出售其Honor智能手机品牌 而路透报道称 华为现在正在考虑脱离其旗舰品牌Mate和P品牌 此举可能使华为最终退出高端智能手机制造业务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力报道